T1之籃 台P永鋒 雲豹跟台南 台綱 烈鷹的交手 雲豹這場請到人氣韓國啦啦隊 李多慧來擔任 開球嘉賓 賽前當然也要來一段熱舞表演 確實相當吸睛也獲得球迷們熱情支持 但開賽之後 烈鷹沒在客氣 管你是多慧還是少慧 今天是各種搶分手段 他都會 半場不時拿下十四分還穿出 其次助攻 加上馬爾塔巨獸得古拉 更是以百分百命中率 砍下十五分 但雲豹這便是真的很會啊 尤其蔣玉安也是能投能穿 半場有十二分 七助攻進場 三位洋將克羅馬 威聯斯 還有漢密爾頓也適時給予火力支援 讓雲豹半場打完是手握六十比五十的領先 來到下半場 金恩試圖率列印反擊 他全場有三十五分十三籃板 十助攻的大三元進場 但潘埃瑟雲豹這裡也有 克羅馬一樣大三元 二十七分十一籃板 十二助攻 這樣兩邊加起來一共十六臺 但組場出賽的雲豹是莊家啊 蔣玉安總計拿下十七分十助攻 有效串聯團隊攻勢 李其衛也標進四季三分球 有十四分進場 兩位本土好手的貢獻就是雲豹多出來的那一臺 也幫助雲豹最後是一百二十比一百一十二搶下 三分球 當中冰勝如一個人就標進三顆 長城導彈 半場十七分進場 幫助戰神取得七十一比五十四的領先 而且來到下半場 丁丁狀態一樣火熱跟拿下十二分九籃板 十三助攻的海神主控 布瑞克曼放對 是完全沒有落居下風 甚至進攻火力還更順一籌 在他撕裂防線帶動下 黃聰還有不少外線空檔 小台也成功把握 全場投進四季三分球 有十二分進場 幫助戰神一度領先 來到二十分以上 決勝第四節海神雖然試圖反擊 胡龍帽奮力砍下二十分 但整場受制於犯規麻煩 最終也六範離場 至於他的松山學弟丁勝如就持續好表現 這個強勢競算加伐 成功交襲了對手的反復戲演 丁丁角出二十七分 五助攻 三超級的亮眼發揮 在他帶動下 戰神團隊有五人得分上雙 總計投進十八支三分球 最終就以一百二十四比一百一十轟倒海神 開心搶下本席首身 YT台最後的報導 線上購物 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 就上CTSocial